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雍正皇帝真的是通过修改遗诏的方式夺取了本该属于自己弟弟的皇位吗 其实这只是异象存在 腾讯微讲堂邀请著名青史学者几连海为网友们奉上 几连海画九子夺嫡第十五集雍正即位之谜 同学网友大家好 我们九子夺嫡终于到了尾声 咱们今天讲到了哪一天 讲到了康熙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公元1722年12月20日 就历那一年的11月13日 就在这一天大清皇帝康熙驾崩此时 由于他在垂暮之年没有指定过皇位继承人 因而黄四子印针的登基就成为困扰着后世的一个历史谜团 其实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这个雍正皇帝 他到底是正常继位的呢 还是篡位的呢 这个激烈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近景 那已经二百九十年了 当然这也是所有有关雍正的电视连续剧 所描述的一个重点内容 那关于这个内容呢 历史上不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呢 一共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 说的是一兆继位数 第二种观点是改兆夺位数 改兆篡位数 第三种观点 说的是无兆夺位数 其中一兆继位说主要论据如相 第一 黄四子印珍受到皇父康熙的信任 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殿 说明 康熙死 康熙皇帝临去世之前 有意让黄四子印珍继承皇位 第二 由康熙以旨为证 说1722年12月20号这一天 康熙皇帝病重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里面记载 这一天康熙皇帝照黄三子成秦王印旨 黄七子淳君王印右 黄八子贝勒印四 黄九子贝勒印唐 黄十子敦郡王印俄 黄十二子贝子印陶 黄十三子印祥 李帆院尚事龙可多 至遇钱遇他钱 遇曰 黄四子印珍人品贵重 身骁震宫 必能刻成大统 卓 既朕登基 既皇帝位 这里 我们要注意的是 咱先暂且不说及 黄四子印珍继位为日后的雍正皇帝 先说所有的人原来用的都是印 后来因为黄四子印珍 他当了皇帝 因为避讳 这印和真俩字都不能用 黄四子印珍 他的其他的 哥哥兄弟们还好 把印改成允许的允 就行了 最悲惨的是他同名同姓的兄弟 黄十四子印珍 别人都改一个字 他得改俩字 印改成允 那个真改成提 印 允提 悲哀吧 第三 有康熙遗诏为证 康熙遗诏至今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上面写到 黄四子印珍人品贵重 身孝正宫 必能克成大统拙 既朕登基 既皇帝位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第一种观点有非常明显的漏洞 咱后边再说 那么 问题在于 除了这不值得一搏的一兆继位说之外 另外一种观点 无兆夺位说和改兆篡位说 哪一种更符合历史事实 咱们看看 改兆篡位说 改兆篡位说 要说 把原来写的传位十四子 改成了传位余四子 似乎 很容易 谁改的呢 又猜了 一 印珍自己改的 自己也能改 二 龙克多改的 三 远在西北 兰州的 年庚瑶改的 不 这都可惜了 所以 我们说 本身的改 诏书要有 肯定不在皇子手中 所以所谓的 印珍改造 不可能 娘庚瑶在西北 更歇菜 也不可能 改 只有龙克多 似乎有改的可能 但是怎么改 船位十四子 改成船位余四子 似乎上面夹一横 铁夹一勾 完事 很容易 但是 请注意 不是您家孩子 叫十四子 人家叫黄十四子 船位 黄四子 您怎么改 一是这鱼不是钢钩鱼 二是这鱼应该写作我们现在一个方向的方 那边隔一瓶一那底下隔两点儿 这个鱼不是拿石能改的 黄十四子 船位黄鱼四子 是中国话吗 您听得懂吗 更重要的 当时文件是这边由上往下 这是汉文往这边推 那边由上往下 由左往右往这边推 一边是满文 一边是汉文 中间盖着皇帝大印 汉文那时加一钢一钢 钢钩鱼 满文也那么改 所以 这种说法也不对 那么剩下的就是无诏夺位 有人认为 康熙皇帝意义中的继承者是黄十四子印针 正是因为如此派他做抚衍大将军 就是为了让他立功掌军权 恕威信以备结本 其实 这只是一厢情愿 他培养黄十四子印针 掌握军队 这没错 但是 你让康熙皇帝的历史你看看 几个问题 第一 不就当个兵吗 不就带个军队吗 远远的没有当初培养黄太子印仁那样做得更好 当初皇上培养黄太子印仁是什么 是不是让他自己外出 让黄太子印仁坚果 让黄太子印仁掌握如何治理国家的能力 而不是领兵打仗的能力 即使是领兵打仗 也是带在自己身边 你看我怎么打 第二 做浮衍大将军掌握军权 与培养接班人有本质区别 培养接班人必须得全面 更加侧重的是管理国家 而做浮衍大将军掌握军权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 那么第三 事实上康熙皇帝对每个子女都是喜爱的 他会充分发挥每个子女的不同特点 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比如说法国耶稣会 法国耶稣会是白晋写给法皇路易十四的信中 康熙皇帝曾经亲自给黄三子印旨 讲解析几何 并培养其科学才能 后来又让黄三子印旨向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德里格学习音乐知识 你既要懂数学又要懂音乐 这就很了不起 此外还在畅春元蒙养斋开馆 派黄三子印旨 足写绿立渊源 会绿吕 立书 立法 算法 于义书 黄三子印旨还负责受命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编钻做出了重大魔 换句话是满康熙朝 学问最深的黄三子印旨 最能打仗的黄十四子印旨 有什么结论 结论便是 康熙对哪个儿子都非常喜欢 都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 他对哪个孩子又都不放心 现在 现在 我们得把镜头切回到290年前 先从那年的12月17号 1722年的12月17号 也就是康熙皇帝去世前三天说起 康熙皇帝派黄四子印针到天潭去祭天 有人说康熙皇帝这样做是为了刻意的回避和控制黄四子印针 有的说这恰恰是康熙皇帝准备传位给黄四子印针的一种暗示 那么当时的康熙皇帝真正的用意究竟是什么 康熙皇帝派黄四子祭天 到底是为了控制黄四子还是为了传位给黄四子 中国历史谁都知道皇帝号称天子 天子天子老天爷的儿子 康熙皇帝此时派自己的儿子带自己祭天 你说什么意思 当然是准备传位给黄四子印针的一种暗示 也可以说 这至少表明了康熙皇帝临死之前最最喜欢的是哪个黄子 黄四子 如果我们说让自己的儿子带自己祭天都不能证明这是喜欢的话 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天理了 历史就没法讲了 对不对 这毕竟是天子老天爷的儿子 君权神兽 退一万步讲 即使我们认为祭天什么事都没有 不用不代表什么 我们反过来倒证明了另外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康熙皇帝看来生前还真的没想好传给谁 那结论不恰恰就是我说的无照夺未说了 好了 现在我们再把镜头切到当天 1722年12月20号就立11月13日迎客 康熙皇帝宣召黄三子黄七子黄八子黄九子黄十子黄十二子黄十三子 共七万二个和龙克多进攻 向他们宣布 黄四子印针人品贵重 深销镇宫 必能克成大统 着济镇登基济皇帝位 问题在于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 跟你们说了 让你们哥哥即位 这哥哥没在 这黄四子印针怎么没在 有学者就认为这事瞎编的无中生有 雍正皇帝事后编造 我认为用编造一说来解释很明显的是错误的 第一 你不能凭空就如此说 你要说编造 您得找一个谁编造的一个证据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的话 轻易下结论 那可不是历史学家的行为 虽然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虽然书写过程有问题 但是没有别的结论的时候 没有确凿的史料的时候 您还不能凭空说 第二 我们也可以解释当事人去干什么 当事人是谁 黄四子印针 黄四子印针在干什么 祭天 您必须得想到 祭天可不是俩小时就能完的事 当时康熙皇帝住哪 祭圆明园 圆明园 圆明园的天坛 好几十里地 不是您坐着地铁车 二十分钟到了 走着去 祭天一系列的仪式 所以我们恰恰能够解释 一个垂垂老者在向他们儿子说 你们的四哥 老三 你的四弟 我看不错 一个在给儿子们布置工作 另外一个人在祈求老天爷 我爹说了 这回以后就归我祭天了 您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一个在和天对话 一个在和人对话 这就叫天人感应 这不是很合理的解释吗 又出了问题 还是这12月20号 黄四子印针曾三次受召 到康熙皇帝踏前问安 史书上记载 黄四子印针闻招持至 四克趋近寝宫 上告以病逝日针之故 逝日黄四子印针三次觐见问安 哎 有个问题 你说多忙啊 一连三次催他找康熙皇帝 有所我们可以看到啊 康熙没糊涂 对不对 为什么从早晨八点到晚八点 十二个小时之间三次印三次召见都没告诉他 说我呀 已经跟他们通知了 让你继承皇位 为啥呢 我认为 在确认康熙没糊涂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做出适当的解释 第一 当时众位皇子们的工作还没做好 如果没做好 贸然宣布 学的教训 这一点 咱们大清朝以前 那已经有过很多很多的故事 第二 这次也应该是这样的 康熙皇帝在 黄四子印针临死前 最后一刻 还在考察黄四子印针 但是有个问题 这次召见之后 印针走了 突然之间 康熙就死了 有人就说了 康熙呀 是被黄四子印针给害死的 他送了一碗参汤 把皇上给堵死了 我个人认为 康熙皇帝确实是病死 黄四子印针基本不会 也没有可能害死自己的亲爹康熙 为啥 他压根就没在身边 对不对 召见了来 不召见还得滚 而在皇帝身边 自始至终在皇帝身边的是谁 我告诉你 龙可舵 难道整个事件是龙可多策划的不成吗 咱们下次再讲 康熙的死 真的与皇四子印针的舅舅龙科多有关吗 在皇四子即位后 那些曾与他作对的兄弟 又将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著名青史学者济连海老师 将继续为您讲述 济连海话九子夺底 第十六集